董事,各位來賓,各位家長,老師和同學們,大家好,各位同學,各位來賓,各位家長,大學同學們,大家好,我是初中三的陳夫人,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對你全體不如生,志祺,十年前有一位無憂無慮,天真的小朋友,你覺著很簡單的生活,很輕鬆,沒有壓力, 作業的成長過程中,你開始是否不夠受到壓力,或遇到困難,甚至因為不公平,因為其他孩子只需要去英文學校,但他要去每間學校,完成每間學校的科研,所以每當他面臨時刻要繼續想充滿學校的問題時,你真是放棄,你不斷求父母被他退學,甚至寫了幾篇文章, 來向父母解釋自己的意見,但你的父母堅持不批准,在那一段時間,這個小孩子困難自己的父母,因為他以為父母明白他的感受,不愛他, 你們可憐,你們可憐,這句小孩子就沒有了,不過以前沒有了,現在的我能夠站在這台社會,發現,我覺得所有的付出和關父都值得,因為我已經深深體會到,什麼是幼稚者一時驚醒, 這一刻,果然只能夠表達我對父母的感激和愛,爸爸媽媽,如果沒有你們的遠見和偏差,就沒有今天叫我媽媽爸爸,多謝你們,你們真辛苦了,我珍愛你們, 作為小孩子,我沒有不負負我的期望,能夠從中華文化院畢業,不是因為我覺得有義務, 依然做,反而是我自己想要做,因為我已經明白了,一番艱難,一番奏華這個道理, 在中華文化院這十年,真的對我們的人生有著很多積極的影響,首先我們遇到優秀的老師,照會我們中國的語言,文化和歷史等知識, 也教了我們許多大人主事的道理,我真的要感謝老師們的心腦,以及對我們的關心和耐心,我們在文化院,文化院還教了許多好朋友,收包了真會的友誼,共同創造了很多難忘的回憶,我們也非常感恩創校和伴校的人, 聚集的家長們,同學們,你們看看,文化院有這麼大的校舍,這麼好的環境,給學生學中文,我們終於在文, 再看看我們這些畢業生,我們也未只會說廣東話,也未只會說普通話,我們說廣東話,普通話,兩人都懂,我們做得到,未必有一個學生,你們都能做得到,所以不要放棄,要加油, 最後我祝畢業的同學,大家都有一個美好的前程,再祝各位,董事,貴賓,家長,老師,同學,大家平安,幸福,事事順利,我的演唱,皇帝,謝謝大家,謝謝大家。 謝謝大家。